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线上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阿亮乔 今天我们继续来上我们的我为忍忍系列 还是我们邱文胜老师 我们总共有十堂课 今天是第三集 第三集是人人都是超级讲师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邱文胜老师 来 文胜清 好的 好 各位老师 大家晚安 这个题目今天是有点压力 好 我把画面共享一下 好 各位都看到我的画面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主要是 人人都是超级讲师 那其实也就是跟各位说明一下我的经验 那我不是说我是超级讲师 只是只是这一次题目定的蛮复杂的 那我们通常 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们上课 还蛮多人喜欢听的 其实也蛮多原因的 那我是这样觉得 我把这些打开一下 我们先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一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课程的安排的方式 还有课程准备的时候 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然后还有平常上课 我们会常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等一下这个应该会先讲 因为这个好像大家比较有兴趣 然后最后有一些原理原则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先照顺序 刚刚那个重要部分 我们会稍微讲重点 好 那首先我们要上一堂课之前 其实我每次在接演讲或接演习之前 我都会先问 先问那个邀请演习的单位 问他说 你这一次是要演讲 然后时间是多久 还是要演习 那多少时间对方是什么人 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常要因为学生 因为学生去做 做那个修改课程的内容 那这几种不同的 这几种不同的演讲 或者是推广课程 或者是工作方 或者私讯的演习 其实它有蛮多不同的面向 那以课程的内容 我先来说明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接的是一场演习 那我通常呢 比如说Arduino的演习好了 那你演讲通常大概可能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等 那这样的时间里面 我不太可能去教他Arduino怎么做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说 Arduino是什么东西 然后Squitch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有多好 有多容易上手 然后学生学了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对他们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当然他们如果听了有兴趣之后 通常我们会让他们听了有兴趣 那我最后会告诉他们说 这个东西这个资源要到哪里去找 所以他有兴趣之后 他就可以自己去找 那如果是一般的推广课程 一般推广课程大概是一天 那一天里面通常我们就会安排有 简单的实做的体验 那实做体验的部分 当然通常都是基础型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带着他去做 做出这个东西来 那当然到后面也是会有一些主题性的 比如说我们要让他聊 像比如说这一次S4A社群的计划里面 他就是希望我们把3D跟Arduino做结合 那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设计主题性的课程 那早上可能做3D列印 印一个灯罩 或印一个鱼的尾棋 鱼的身体之外 然后下半场 就是下午就可能会写Arduino的程式 用Squitch去控制那个尾巴的动作 或者是灯灶里面的灯的那个 运作的方式 所以会用 简单的题目 然后让他去做一个实做的体验 那当然后续如果说 其实蛮重要就是这些东西做下来之后 他一定会有很喜欢的部分 那后来怎么办 后来我们就会有一个后续的 这个东西等一下会讲 这个是一定要讲的 一定要讲的 那所以每一场演习 他都有不同的形式 那如果是跨领域的团队型的 这个都要到比较进阶 进阶之后的课程 那我们就可能会带一些 类似设计思考的内容 然后再去让他们做分组的合作的创作 那这个通常是从基础先来 有过基础的再来 再来主题性的 那最后才是比较创作型的课程 那如果是一般的工作方 一般的工作方 那我们的形式大概是这样 因为工作方大部分都是长期的 那长期的话通常我们每一次的上课 就会有个简单的 薪资的分享 然后再来就是他实做的部分 实做的部分 那因为是工作方 所以大部分老师都会有一点 有一点基础 那所以我们授课的方式大概也会 比较类似点到为止 就是讲那个美嘎的部分 讲美嘎的部分 然后呢会让他们去做分组的探索 跟实做 然后最后来个讨论 最后来个讨论跟分享 那这是属于工作方的方式 那当然一般的研习 就是直接主体课程 看你要研习什么主体课程 那因为来的老师 他的目标都很清楚了 那所以我们不用再去特别的 什么引起动机之类的 那我们就是直接上这个课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课程的类型 比较常见的是这几种 那所以我会根据这几种不同的方式 去做课程的设计 那不管是哪一种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就是观众是主人嘛 那所以我们都会问说 他们是学生还是老师 那他们的背景经验 电脑的程度如何 这个我们都要先知道 然后在做课程的时候 才有设计的依据 那不过你到现场之后 你有可能 你之前知道的跟现场的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通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都要查研观测 如果他眼睛已经露出 要晕倒的表情 混沌的表情的眼神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调整课程的节奏 那其实不管怎么说 进度完全不重要 进度完全不重要 重要的是学生他能够知道 你今天上了这个东西 他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知道有个 知道开始怎么样进入 这个其实蛮 你要把它弄得很简单 他们才不会害怕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到中后段 其实要讲的就是 这几个东西是一定要 你要结束研习 结束课程之后之前 这几个东西一定要讲 因为今天他如果对你的东西 很有兴趣 他必须知道说 我用什么方法可以继续学习 我用什么工具 可以怎么用 然后我需要支援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找 好 然后这个 我需要人的时候 我要去哪里问 所以这几个东西 其实在研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跟老师分享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 应该OK 好 那因为我们线上云端的课程 大概你们发问的话 也比较难 难注意到 如果有任何的 任何的疑问 就请各位打断我 没有关系 好那接下来 我分享一下我们课程的准备 那通常我们在准备内容的时候 课程的内容 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教学 其实都一样 如果你是实境的体验 当然是最好的 那比如说我们如果要了解 那个地形地貌 那我以前在国家公园的学校 那个西宝国小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就直接开着校车去到 去到太鲁阁峡谷里面去 去实际的看 去实际的摸 看那个地层 摸那个地 石头的那个 的东西 这样实境体验是最好的 那可是 这种实境体验有很多情况是不行的 比如说解剖人体 哇哪有那么多大体给你解剖 那比如说 今天讲到什么大峡谷 你也不可能 这个重热透 即使重热课都蛮困难的 你要全班买机票 然后去大峡谷吗 那一天不够要住十天吗 那也不可能 那所以包括你在市区上课的话 你如果要教到自然课 讲到星空 那你也不可能叫学生半夜三点 去学校上课 那所以像这种 比较有困难 没有办法再实际体验的 那我们就会其次 就会希望用到虚拟或者是模拟 那现在的那个VR很发达 所以你去那个 使用不管是用Cubble的 或是用那个 不管是用那个 Google Map里面 它现在有提供 Cubble的模式 Google Earth也有 还有那个YouTube的影片也有 然后很多的那个App 如果你装了那个Cubble的App之后 很多的那个教学类的App 它是事实上可以帮你 帮助你去做这个模拟跟体验 那因为你就虚拟实境 你就身处在那个环境里面 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好 那当然像HTC那种 那种Vide那个是更好的 不过那个只有仁爱国中做得到 其他大概很困难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VR的设备 那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 其实也可以适当的运用一些设备 比如说以这一个软体来讲 这个是自然课 如果你上到星座 上到这个月像 上到这个太阳 上到月亮 我们通常自然科老师一定会使用这个软体 那使用这个软体的话 一般来讲 大家当然都投影幕 投在那个黑板前面的投影幕 那可是如果说你加上一点 你的创意 比如说 各位如果去天文馆 看过那个星象 他前面一定你躺在那个 180度就平躺在地上的那个椅子上 然后望着天空的那个360度的 的星象 然后他会开始讲故事 那讲完故事会跟你说明月像 说明那个星座 对不对 然后所以如果 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的设备 那所以我们其实 你可以把你的投影机 投到天花板 这是最便宜的这个 最便宜的看星象的方式 那所以如果你们学校刚好有一个就是 屋顶没有挂那个灯具的 或者是说你干脆去买一块大大的布 把屋顶遮起来 那你由投影机由下往上投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有这样类似的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实境体验最好了 所以换句话说 为什么我会坚持Arduino一定要实做 虽然现在已经有模拟器了 各位知道有模拟器吗 但是你还是要透过动手去做 动手去做 才会有那个Maker的感觉 然后才会用身体的记忆去记住它 所以实境的课程 你真实到那个现场体验的课程是最好的 这是设计上面给各位参考 那不要为了 我看到蛮多老师可能为了那个 可能是行动学习 或者是为了一些 资讯设备的火力展示 那他就去把那个本末导致了 那这样就觉得不是很好 那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 我这边觉得 我会在课程设计的时候 我会动静太艰巨 那也就是说 早上我们可能做一个 Squatch跟Arduino的一个设计 然后下午呢 可能会利用他的作品来做一个比赛 比如说我如果做一个超音波 然后可以计算 计算那个 运动的数量的一个装置 那我可能下午就会安排个半个小时 大家都来这个福利挺身竞赛 就把它装置就可以拿来直接运用 或者是做一个那个计数器 就把它绑在脚上 那大家都就来扭腰摆臀之类的 就会有动静太艰巨的课程设计 那玩起来也比较好玩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其实都要有这个东西 后色认知 就是你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用了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是要在提醒他的 要提醒他去注意你使用的方法 你正在经历的历程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他后面的 学习会很有帮助 因为他就会有一个监控机制 在他的脑袋里面 然后就说我现在是用这个方法在学习 所以以后同样类型的课程 或者是我要自主学习的时候 同样类型的东西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会可能会设计在那个后面 会有一个成果的简易的分享跟回顾 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提醒他 这中间他学了什么 然后他怎么学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课程里面是蛮重要的 好 那在素材的准备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常常会准备一些素材 那我这边就会做简单的 直接demo的介绍 比如说 我们通常上课的时候你要引起动机 或者转场 通常我们都会讲故事 讲故事其实是最好的方式 那可是如果你没有故事的时候 你可能会先上找一些影片 那影片的话呢 我们通常你直接在YouTube上 看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备案 就是万一网路今天不顺 那我就得先下载回来 那下载回来是有一些方法 这个是袁真老师 之前介绍的 4K Video Downloader 那它的 它其实就是网路上直接可以收得到 好就这个东西 4K Video Downloader 那它的用法很简单的 你把它装好之后 这个都是完全免费的 装好之后 你这边 你就把它打开之后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你如果需要某个影片 比如说我们在YouTube上面 直接搜寻 打错字了 你就直接搜寻你的影片 那如果说你找到你需要的影片 比如说这个地铁钢琴 好 那直接这个网址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一下 那复制一下之后呢 你就回到你刚刚这个4K Video Downloader 你直接按贴上连结 它就会帮你做把这个连结做分析 然后分析结果 它就会显示跟你说 它有解析度有多少的 然后你要选哪一个去下载 有没有它这边就会跟你讲说 它的品质有多好的 那通常我们当然就是 直接下载最高品质的 那这个地方就是存档的地方 然后看你要不要改名字 你可以自己去 去做一个修正 好 就直接按下载 这样它就可以开始抓影片 抓的速度也很快 那这个是YouTube抓影片常用的方式 那另外我们上次有讲过Facebook抓影片的方式 那我就不再去 不再再重复了 好那这个是 线上抓影片的方式 那回到我们的 的这个 XMine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整 你有一些材料 不管是你的软体 或者是说你的影片之类的 或者你的讲义 那我们都 你那FB的下载稿再讲一次 就是说不定上次有些没有听到 哦 好 那就是 下载的方式 如果它是FB的影片 比如说 比如说我去我的网社团 常常会转po一些影片 那也谢谢大家 po的影片 我觉得不错我都会转 那 那 如果你看到有影片的话 那个影片又是你需要的话 那我们通常就会在FB里面直接把它下载 我插一下画 那个荧幕中间那条红线是谁画的 麻烦你把它插掉好不好 各位上课老师 如果是你不小心画上去了 麻烦你把它插掉 因为只有画的人才可以插掉 你怎么还可以直接画 因为我插不掉 麻烦你 我不知道是谁插的 你赶快把它插掉就是了 谢谢 这个影片应该很多 好比如说这个影片好了 那这个影片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这个是介绍VR的影片 然后你就在上面 在影片上面直接按滑鼠的右键 就会出现显示网址 那你直接在这个地方把它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网址 那我们把它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就会前往这个网址 那它就会直接进到那个FB里面 放这个影片的地方 那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我们只要直接 在上面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的网址是在FB里面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三个W 把它改成那个M 就是 这个M的意思就是 应该是改成那个行动版的网址 行动手机版的网址 那所以你改成M之后再按Enter 它就会用那个手机版的方式去开 那因为手机版有支援HTML5 所以它这个变成说这个档案 就变成HTML5的格式 那HTML5的格式它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就是一旦你开始播放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个影片上按右键 直接把影片另存 它就会直接把它存成MPEG-4的档案格式 所以我再讲一遍流程 就是你找到你要的影片之后 在FB上面 你直接在画面上直接 我先关掉 直接按右键 就会显示网址 然后显示网址之后 你直接前往 直接前往这个网址 前往之后呢 你直接把这三个W 你直接把这个三个W 把它改成M 改成M之后 这个影片上面 当你按播放之后 就可以直接按右键 把影片另存 就可以存起来 好 这个是用FB 下载影片的方式 我们大概最多数就是 最多数就是用这两种方式 去做影片的下载 那通常我的习惯是 我需要的影片 我一定会先下载回来 因为网路总是有万一 那当网路不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播档案 那另外呢 你的下载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教材 或是软体或是影片 那通常呢 你会 可能会带随身碟 去研习会场 去讲课嘛 那讲完之后 学生 老师一定会跟你要 那如果你这时候 再拿随身碟 给他们抠 其实就有点漏掉了 那所以我们通常 我是习惯用这个方法 因为 现在 教育处都有 那个 Google 云端硬碟 Google driver 它是 吃到饱的 完全不用 加钱 容量很大 随便你放 那所以你只要申请 教育版的 Google的云端硬碟 那再加上你有用 部落格的习惯的话 其实 它们连 连结通通不用寄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我会先 好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网站 那我的网站 我的网站 各位可以看到 右边会有一堆连结 包括这边 也会有一堆连结 那所以我最习惯的做法 就是我先在 我的云端硬碟 我的云端硬碟做 我开另外一个 好这是我的云端硬碟 另外一个云端硬碟 那所以我会在这个云端硬碟的地方 比如说 我这个照片要分享 好 我用还是用软体 好 好比如说好 这个照片我要分享 那我直接在这个云端硬碟的 资料夹上面按右键 这里会有一个共用 好共用 那你点了共用之后呢 这边 这边就是你的共用设定 那所以我把它按一下进阶 好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那这里 这里 知道连结的使用者皆可检视 好这个地方你可以按变更 好这边有几种方式 如果你点的是开启 开启的话 所有的人 即使他没有登录Google帐号 即使他是网路上随便进来的 他完全不需要登录 你只要给他知道这个网址 他就可以去抓到你给的东西 那所以通常我要 沿袭要给人家的东西 我会用这一个设定 然后我按儲存 好当我按了儲存之后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连结 好出现一个连结 那我就把这个连结复制起来 好复制起来之后 我就到我的 到我的那个部落格的页面 然后呢 我就在我要放连结的地方 我就直接去做一下修正 或者加一个连结 比如说这个叫做 好 比如说我加了一个测试网站的按钮 然后呢 我就把刚刚的连结贴上去 然后按新增 它就会跑到我 我这一排里面的 最上面这一个 那如果你要调位置的话 就是这里有一个上一个下 可以调位置 那设定好了之后 直接按键 好 好 当你按了儲存之后 你的部落格 前面就会多了一个连结 好 那所以任何人要用你的这个网 要抓里里面的东西 直接从这里点进来 它就会直接进到你的 你分享的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抓 直接下载 好 直接下载 或直接做 看要看里面的东西 或怎么样 所以这样子 其实呢 就不用 以前 以前有的老师 会这样子 他会把这个连结 直接贴给学生 那可是这样 如果你要叫他 打这个连结 要受 因为又有大写 又有小写 一堆英文数字 都混在一起 所以会死人的 那即使你把它说成懂王子 也是不方便 所以我 如果这样子操作的话 其实它会蛮 就会蛮简单的 好 所以它就会蛮简单 可以使用到我的东西 使用到我的东西 那包括 如果你今天是想 好 所以你这样完全就可以 让他抓到你的东西 那包括你去上课 你要自己要抓东西 也很方便 那另外一种 就是如果你是要 收作业的 好 收作业 我等一下放到这边再讲 那我们会有另外一种 设定的方式 那也是在Google Drive 里面做共享的设定 然后它也可以不用登录 就可以在你的连结里面 连到的那个资料夹 就可以直接上传或下载东西 就是等于 FTP 就等于FTP 就对了 那所以也很方便了 好 那再另外 如果是像我们Arduino的话 会买一些材料 那我通常会 就是我们的课程设计 要是那种可以简易 可以买到的材料 比如说什么瓦楞板 铁丝 像这一种 要自己可以买得到 那如果你都买那种套件 人家包套包好的 其实不利于他回家自己玩 因为他要去找那个套件 来买 好那所以我 我其实我看很多县市 在推创课 用乐高 用Embot 我觉得在西部可以 那我们东部没办法 好 那所以我们都尽量用 那个多元的套件 但是老师会 如果老师是要上课的话 老师自己准备材料 比较麻烦 因为书局 不一定会买得到全部 所以你要到处跑 好那这个是实体素材 跟一般我们资讯素材 要给 要跟人家交流的方式 好那接下来那个 动机的部分 其实 一个好的课程 如果你前面 引起动机好的话 那其实就是 学生那个注意力 会整个就集中在你身上 你上课就会很轻松 那引起动机 我比较常用两种方法 以前上自然课就是 让他 产生好奇心 那当然我很常用的是 说故事 那可是说故事 要把故事说得好 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那第一个就是 自身的经验 其实要很丰富 那因为我本身 从以前到现在 各位不晓晓 有没有看过我 那个在铺浪课里面的 我教的那一篇 字述 我找一下 虽然里面写的很不要眼 但是我觉得 还蛮 就是如果你的经验 比较不同的话 好吧 我忘记在哪里了 好吧 我忘记在哪里了 那武专是在那个 静怡大学 那武专是在新竹明星工专 那所以我就去新竹念了五年 五年书 那念了五年书之后呢 其实我在那个念武专的过程中 我都有到处去打工 那包括实习是在电子工厂的生产线 然后也去做过一个学期的那个跟着阿公去做那个塑胶射出 然后还有去电脑公司打工 从那个卖电脑到电脑公司里面的讲师到里面的 因为我们老师刚好是那个公司的负责人 所以我等于是里面的总管兼扫地的 那所以什么都做 那也修电脑什么都做就对了 然后后来去那个念大学的 他班大学的时候在台中静尼大学 那在那个地方就是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除了那个暑假去电脑公司上班 然后还有帮也有去天汉 就是做印表机的公司去做过维修 甚至跟着女朋友去端盘子 就到那个大饭店的宴会厅去端盘子 那那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故事 以后有空再讲 那所以当我进教育界 那我进教育界的整个过程 其实可以讲上半天 所以我跟大家 其实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经验 但这个经验就是会让我们 就是等于说阅历会稍微比较丰富一点 那不管是社会的这个底层上层 其实我们都有看过蛮多各式各样的经验 那所以这整个下来我觉得 我讲故事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有吸引人 但是如果说一般 一般我们如果去拿网路上的故事 或者一般外面的故事来讲的话 那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 最好把它变成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就是用你或我把它转成我的亲身体验 那虽然这个有一点有点骗人 可是其实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类似的经验 那你把它转成第一人称之后 会比较有吸引力 这个是讲故事的一些技巧 那所以其实看你的领域 你要收集蛮多好故事 对你的上课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以Arduino的例子来讲 那个洪博 他讲make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make for fun 就是为了好玩 而去做make的学习 然后第二个是make for love 不是make love 各位不要省略中间那一个字 为了爱的人 而去做的这个创客的东西 去发明的东西 那爱的人当然是指周遭的人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make for future 就是为了未来而去做的创作 那我们以国中小的阶段来讲 我们当然大部分都是 当然是for fun 为了好玩的东西来创作 会比较对学生有吸引力 那当然之后要把它跳到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的时候 因为他们比较无感 那比较无感的情况下 你可能就要讲一些好的故事 或者播一些好的影片 来提起他的 让他有那个感受 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 可以帮助 残障人士的一个东西 那小朋友对残障人士来讲 一定没有什么体验 除非他是个人家里就有这样的亲身经验 不然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那所以我们就可能会 网路上找一些很可怜的案例 看完会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那些影片 给他看过之后再来讲设计 那我想这个部分 就绝对可以引起他的关注 会对他来讲就非常的有感觉 那好 所以其实引起动机的材料很重要 那我记得我以前教自然课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教到那个星座 恒星那些东西 星体的东西的时候 那其实我就跟他讲了很多 跟小朋友讲了很多那个宇宙里面 有很多飞碟啊 什么外星人的这些例子 那其实小朋友听了之后啊 就开始对那一课非常的有兴趣 有兴趣到下课都追着你跑 即使回家都打电话来问你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以那一课他们学的特别的好 因为除了上课的学习之外 他们还主动的去找资料 去看书 去找电脑 甚至连那个他的爸爸妈妈也是老师 都打电话来都隔天到学校都问我说 文胜你到底上课跟他们讲了什么 为什么我儿子回去 一直问我那个那些飞碟啊 什么外星人那些东西 超级有兴趣 然后自己去翻书 翻到三更半夜还不肯睡觉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只要引发小朋友的好奇 还有他的关注 他其实是会自我去学习 那我们只要再提供一些适当的方法 我想他们就应该会很容易的 掉进我们的陷阱里面了 好 那另外就是有关专业 其实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你如果在你要上课的那个领域 你专业不够的话 其实讲的东西很虚 那讲的很虚 其实你很难讲的下去 那我们以Arduino来讲 如果你要Arduino 要上的好的话 国中小的 那你这几个东西是 势必一定要能够很专 很专 那包括儿童程式 还有控制他的这个中介的程式 Transformer 那你当然Arduino的硬体知识 你也要能够很熟悉 甚至你要用感测器的话 你那些电子相关的基础的智能 你也要能够简单的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就要一直去精进 一直随时的精进 那当然随时精进的话 最简单的就是参加工作方 或者是参加脸书 那个类似的社群 社团很多 里面就常会有po讯息 那你就跟着团学习就好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倒不是很困难的事 倒不是很困难的事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下上课常用的技巧 这个地方对大家来讲应该是个重点 那 好 那除了刚刚那个荧幕画记 这边有一个共同筑记 我有按清楚了 证明这个不是我画的 好 那这边 诶 这里各位看得到吗 这一个工作链 各位应该看得到吗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是Zoom里面的功能 我想这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 看不到 看不到 好没关系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做荧幕画记的时候 那画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些常用的工具 好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助记 关掉 好那这些助记的功能 在网络上其实都找得到 好那我们大概很多人比较常用的是这一个 好我这边顺便再讲一个 如果你要把画面放大 有时候东西太小 那个学员看不到嘛 所以你要放大的话 其实我们有一个按键 我先讲按键 好 好那个按键盘里面有一个这个Windows键 好 那个按键盘里面有一个这个Windows键 好 跟这个加 加号跟减号 这两个就是临时的放大跟缩小 所以当你按Windows跟加号的时候 它就会放大 然后再按一次就放更大 然后减号就缩回去 我们来举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 要跟各位介绍这个东西 那字很小 那我就按Windows加 不好意思 都按到 Windows按着 然后按一个加号 好各位看到有没有 它就立即的可以放大 好立即放大 那你再按一次 就可以放的更大有没有 好 那如果你要缩回去的时候呢 就Windows加减号 好 就可以把它缩放回去 那这个其实真的上课蛮常用到的 这一招我是跟Eric学的 这个自由软体的Eric 这个非常的好用 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另外刚刚讲那个 就这一个 这个荧幕画记的 当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界面在这边 那所以你只要按了开始之后 它就会把那个荧幕整个动住 荧幕整个动住之后 你要画 你就直接选那个画笔的大小 然后选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自由的画画 那所以你这时候就可以来这边强调 我现在要用这个软体 那请各位等一下来这里找 就可以做那个相关的画技的动作 那所以这个地方那也可以打字 好就可以把字打进去 那就会很方便 那滚轮往前滚还可以放大 滚轮往后滚还可以缩小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 其实也蛮方便的 那这个是很常用的东西 那以前我们有那个 那个叫做触控荧幕可以使用的时候 电子白板可以使用的时候 通常软体会内建 但是其实现在触控那个电子白板 好像一堆人已经放在那边 不管他没有在用了 那所以我们通常如果用那个荧幕投影的话 我们会直接用这个软体 这比较通用 所以这个也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当你这个画面不用了之后 你就直接按一下完成 它就回到你可以操作的页面 回到你可以操作的页面 所以这个东西蛮常用的 那当然如果你有熟写版 如果你有熟写版的话 你在操作这个荧幕画剂的时候 你画的线条 你写的字会更漂亮更好看 所以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那另外现在很多东西 都会在你的手机上面 那手机螢幕投影的话 也有很多种方法 那其实我会 当初会买华硕手机 我是看上它的这个功能 因为你一般其他的方法 你在做手机投影 不管有线无线的 其实在连接上都会有一点lag 但是这个我觉得 是我看过最不会lag的 那它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把我的手机开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的画面 那我们 这个PC-Link 它直接有一个APP 直接有一个APP 那你只要装了那个APP 这个PC-Link 还有一个功能 很不错 就是可以直接在 用华槽来取代你的输入 所以我们 PC-Link 所以用华硕手机的人 其实用这个蛮方便的 而且你在操作的过程中 它不会lag 不会lag 所以我们就把它保持在桌 保持在你的手机的桌面上 然后当然你的电脑 要先装那个PC-Link 装好之后直接就可以连线 那因为我已经连线了 那我就直接用这个来操作 那所以不管你是直接在 在手机上面操作 或者是你用滑鼠 你用滑鼠在这里面操作 它都可以直接在你的画面上显示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无线 手机的荧幕的投影 手机荧幕要给大家看的时候 那所以我刚刚有顺便提到 提到那个Couple 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Couple 好我就讲一下 有在玩 有在玩VR的 如果你就是现在那个纸盒可以直接裁切 或者网路上你也可以买得到 这个Couple的后纸板 你只要把它折一折 然后把你的手机放进去 你就可以使用了 那所以换句话说 你有手机有那个后纸板 网路上有那个裁切的图 你可以买回来 你可以自己 自己下载回来剪 或是网路上直接购买 那它会有很多YouTube的影片 比如说我直接点进来 我直接用它的翻例来讲 那你在看的时候 包括静态的动态的都有 那这个是影片 所以你在播放的时候 你看你在播放的时候 你的手机是可以转方向的 你在看哪一个角度 有没有那个影片的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 你要往下看就往下 你要往上看 把你的手机往上 它就可以直接 所以整个影片 你要看哪一个方位 你就转哪一个方位 有没有 现在时代很进步 不只静态的 动态的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找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 包括YouTube上面都有这种实境的影片 那所以你可以找很多这样的影片来给学生参考 那也有 也有那个APP 比如说我想要看那个 我现在实际的没办法 我不可能带你到这个太阳系外面去看 那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这些新体的话 好 考验的广告 就是我如果想要去了解那些星座的时候 好 这个一定要放进去才有反应 好吧 有了 有了 你就把它放进去那个Cubble里面 然后就会开始做那个星际的探险 你看 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手机看是这样 如果你把它 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那个Cubble里面 你是整个沉浸在里面的 这个就我们讲的沉浸式学习 那所以它会带着你去去环游世界 环游宇宙 然后那个地球啊 那个月亮啊 太阳就会直接跑到你的眼前 那个就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这一辈子 我都不可能带我的学生去这个地方 那所以如果你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用这种方式去给他看的话 我想他会非常的印象深刻 这个比那个天文馆的360度的那个剧院 还要可怕 整个星球 就整个在你的眼睛前面 手都几乎可以摸得到 你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介绍 我想这样应该会非常的吸引他 所以这个APP是那个 就是太阳系的星体的那个教学 这个也给各位做参考 好 好 那么所以 其实手机真的在 在我们现在这个领域上面 其实跨领域都可以学习 那包括你教到地理 可能教到金字塔什么 你也不可能带他去金字塔看 那我就可以直接透过那个Google Google也有那个 就是静态的照片 它也有360度的 你就直接用你的 刚讲那个Carboard 把它带上 把手机放进去 就可以带学生真的去金字塔那边 做旅游 做旅行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真的会非常迷人 那还有比如说 很多学校会跟议员买这个东 会请议员帮忙 买那个无线手写板 或者是什么无线滑鼠 就是可以用手写板去控制电脑的东西 那通常那个要价都不便宜 一个手写板可能就上万 可是这种东西在 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的时候 其实有很好的工具 比如说这个Unified Remote 它有 它就是一个APP 在Play商店你就可以找得到 你的Play商店 你的手机上面的Play商店 你可以直接找这个Unified Remote 这个东西Unified Remote 它其实就是用手机 把手机当做一个无线的手写板或遥控器 或者是无线的滑鼠 那你只要把它装在你的手机上 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是电脑这边的安装程式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网址里面 这个网址的东西你把它下载回来安装 装好之后呢 你的电脑上面 就会有一个这个Unified Remote 那它就会启动起来 自动启动 你就完全不用去管什么 那除非说你要设密码 你才去这边做密码的设定 那所以只要你是同一个网段 手机跟你的电脑 都是用同一个网段的网路的话 那缴费板可以跨网段 你就可以用手机来控制你的电脑 所以换句话说 它就是一个无线手写板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好那所以我的手机 我就去把这个APP叫出来 Unified Remote 好这里 我就把它叫出来 那叫出来之后呢 好这边这个地方可以设定 可以去找你的Server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有几台电脑 这边就可以找出几个Server 那我现在只有放一台 所以在这里就会找到你的电脑 那你就选它就好了 好就回去 然后你要把它 接下来要用你的手机当遥控器 你就点这个Remote 然后这个是要付费的 以前不用付费 现在要付费的 那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当做无线滑鼠 来使用就好了 好所以你点了 Basic Input 之后呢 我现在是摸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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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我的滑鼠就可以动了 那所以我可以操纵这台电脑 我可以直接操纵这台电脑 就跟你用手写板 有没有 跟你用手写板是一模一样的 我可以把它关掉 那甚至我开一个画图的工具 我直接用刚刚那个就好了 就是荧幕画记的工具 刚刚在上课指数这边 这个地方 它已经在了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手机 都是用手机 好 工具在 不好意思啊 开到这个 开错了 好我先把这个 这个挪开 这个工具 就是你用这一个 刚刚那个那个 这个 那工具哪里去了 好 反正就是它可以直接操控 用滑鼠 然后你还可以切换 你还可以切换 你还可以切换这一个 这个输入的 现在是无线滑鼠 跟手写板的模式 那你也可以切换 切换成那个多媒体的 的格式 它在remote 这里可以选 好 那这个 这个就是keyboard 所以你也可以输入文字 然后也可以 档案总管 那也可以直接用 用这个来控制你的简报 或者是 那个你的 音乐的播放 所以 这是一个无线的手写板 而且是免费的 非常的简单好用 那所以如果你没有跟议员要到钱 买这个设备的 可以考虑用这个 那因为很多学校都有那个 手 都有那个手写板的 都有那个 行动学习的平板或者手机 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可以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好那接下来回到 工具列关不掉 稍等一下喔 好关掉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那个 刚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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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就可以把它变成无线的手写板 手机或者平板 好那这个地方上次有分享过了 就是 如果你没有实物投影机 没有议员照顾你的 那你可以用webcam 去把它变成实物投影机 或者是用手机也可以 手机也可以 那另外就是 刚刚讲那个 匿名存取的部分 刚刚我只有讲下载嘛 如果你要临时架一个ftp 让学生也可以上传 上传档案 你也不用登录喔 一样是在我们的这个 刚刚的 云端硬碟 我们先到云端硬碟 不好意思工具太多了 好云端硬碟里面 好 假设我今天这个资料夹 要让人家 我直接开一个新的好了 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那这个资料夹 如果要让各位可以上传档案下载 也可以下载东西的话 我直接在上面一样做共享的设定 那刚刚这个地方 进阶的地方 这个 这里就要不一样 这里就要不一样 在这里变更 好我刚刚讲错了 这个是可以存取 无需登录 那刚刚 如果你只是要 纯粹给人家下载的话 纯粹给人家下载的话呢 你这个存取权 这边就可以做简单的修改 好 这个 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上传 所以我刚刚开那个资料夹 其实就可以 大家可以在上面丢东西 好 然后 这个也是无需登录 可以存取 但是你要把那个连结贴给他 那这个是人家 只要搜寻的到都可以用 好 然后这个是有指定使用者的 这个就要登录 这个就要登录 好 那所以这个是 那因为你的Google 你的Google的硬碟 Google硬碟是在网路上的 在网路上全球都搜寻的到 所以他 他就不限你是在哪一个网域 他也不分 不分网段 没有那个区分 那另外 如果说 你只是想临时在内部使用的话 内部就是那个网段使用 我们另外介绍一个叫HFS 早期我们是用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HTTP的Fileserver 那所以你只要把它下载回来之后 他不用安装 他不用安装 他直接执行就好 那你开了这个HFS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 你比如说这个资料夹要开共享 比如说 我直接开在桌面 假设你这个资料夹是要共享给你的上课的学员 那我们就直接呢 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按右键 然后这里就会有Add Folder 就是加一个新的资料夹 从词别机 那你就去选你刚刚那个资料夹 选好之后直接按确定 那这里很重要 如果你要让它也可以上传下载的话 你这里要选Real Folder 就是真实的资料夹 那你选完真实的资料夹之后呢 这个位置只要把它给你上课的学员就可以了 那所以我如果再 我用浏览器来开一下 所以我如果用浏览器来打开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进到我的资料夹里面 进到我这个资料夹 这个是我真实的资料夹 那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位置 那可是如果你要让人家可以上传下载 你要做一下设定 就是在这个资料夹这里按右键 然后这里有一个Profit 就是设定那个存取的设定 那所以这时候通常我会选 选All 就是全部 All 然后这个Anyone 都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就是任何人 任何人不管有 就不需要登录 不需要登录 不需要登录 然后他都可以Access 就可以存取 所以你这时候只要按OK 或者Apply 应用 就你这个资料夹就会变成完全可以 可以让人家 不用直接进来 不用Login 不用Login 那里面就可以丢资料给人家 或者把资料交上来 随便丢一下资料 所以这边有两个档案 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就会出现两个档案 让人家可以下载 那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做设定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如果要让他可以删除 这一样 一样 就All 然后Anyone OK 或者Apply 然后如果你要让人家可以上载 可以把东西交给你的话 一样 All Anyone OK 就是把权限全部放出去 那放出去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我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权限就通通跑出来了 所以我可以在这里 不管你是任何人 再来这里你可以直接删除它 就被你删掉了 你也可以直接把档案传上去 我要Upload 我就点Upload 然后就选档案 我随便选一个 然后选好之后就Upload 如果要再选可以这边去 就可以把东西传进去 传进去 这里也同时跑出来 所以不管你要上传或下载 上传或下载 这个是临时的区网里面可以直接使用的 那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本身 它是固定IP的话 那就可以跨网段 就可以跨网段 但是如果你的电脑本身是虚拟IP 那就是只有在这个区网里面抓得到 所以这个是临时我们去上课 研习要给人家档案最简单的方式 大概就是这两种会比较好用 我们目前办了几百场的研习 大概目前最好用的就是这些方式 那当然如果说你为了怕网路有万一 没有准备几支随身笔 这也是有的 然后以前早期我会用那个 因为我们如果是用webcam 当实物投影机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我们会没办法处理 就是如果你要看的东西很小 那很小的话webcam的解析度没那么高 那你不要忘记哦 你有单眼相机 或者是一般消费型的相机 它有一朵花微距模式 这个很好用 超级好用的 我都把它开显微镜头 就是一朵花模式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比如说 我们在上那个毛细现象 你会真的看到水 在那个卫生纸的缝隙里面在跑 而且会看到那个夜脉 可以放大到整个夜脉清清楚楚 那你放在投影机上面是 全班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那种细微的观察的这种课程 你可以直接用单眼 或者一般的消费型相机 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 就会解决你那个webcam解析度不够的问题 这个我非常的建议 非常建议 好 那另外就是你可能要熟悉一些 那种杀手级的软件 这个我想很多老师都清楚 我就在做介绍 他可以让你像上帝一样 你今天要看什么时候的月像 看什么时候的星座 都可以看得到 你要把月球拉到你的眼前来看 这个也都没问题 然后如果你要帮他复习的话 当然就帮他录影 一边上课一边帮他录影一下 再挂网 那挂网就当然像我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其实有的课程 我就像现在这样子挂网 所以如果有些老师他可能回去要复习 或者有新的老师他想了解的话 他就直接来这边看 看录影 他就会很方便 那我就把他直接做在我的部落体上面 那包括进阶的也有 所以就会很方便 然后在通常这上面的服务的 服务的这个群众 就会比你研习课会多很多 多很多 好 那再来就是最后 最后 有些原理原则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其实真的也蛮重要的 我想老师还是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好像是我画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插不掉 清楚 全部清楚 按住吧 好 难道刚刚那个红杏也是我画的 好找到凶手了 好 那就是 好 这边我要想讲的一点就是说 你要引起动机之前 你要让学生喜欢你 包括下面的老师喜欢你 所以 其实 你要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尽量去符合他的需求 然后当然 偶尽耍耍宝没有关系 不要怕降低你的身段 所以我常常在上课耍宝 讲八卦 那个都是为了上课的 那我其实觉得像原住民 他们的一些声调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以值得学习 尤其你在强调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 比如说你要讲那个东西很大 这个东西真是超级超级的大 你就把那个声调再拉一下 再放大再夸张一点 其实没有关系 上课会非常的有效果 然后另外这些就是跟学术有关系的 我想稍微提一下 因为大脑容量有限 工作记忆容量有限 所以如果说东西像这样 很多项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再做分类 很多项就再做分类 不要一次超过7个 那个脑容量就会超过 我就不好记 然后转场的问题 就是跟注意力有关系的 所以大人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 小孩大概15分钟 你就给他安排个转场 比如说本来听你讲的 那就该换你做了 就让他实做 或者是转换个场地 桌面收干净 我们换一下什么东西拿上来 或者是讲一下八卦 听一下故事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当你觉得他们眼神开始换站的时候 或者是出个小作业 开始让他动脑筋 这个都蛮有用的 另外就是多感官跟多元智慧的部分 我喝一下水 多感官其实就是用眼睛 我们平常都是视觉型的学习 所以用眼睛看得比较多 那其实有时候用耳朵听 甚至用手去触摸去学习 用身体去做那个动作 或是用鼻子去闻 用嘴巴去查 这叫多感官的学习 那像这种结合多感官的方式 去用身体去学习的话 其实他在大脑里面的连结 会变得很强 那也就是说 我们用身体的操作 这个方式 他的学习就会很容易的直接 进入永久记忆 那比起我们平常 如果是口头性的这样受课 他是一个知识 那知识通常要靠不断的复习 那不断的复习呢 他才会从短期记忆 进去长期记忆 那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有难度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你的上课 画成这种体验式的 经验的方式 那你就会非常有感觉 像以前我们国中的时候 我最 其实怎么算莫尔术什么那些 我都忘记了 但是我唯一会记得的就是那 我们老师以前上课的时候 他把那个那 那个大概 4公分立方体的钠 那个钠很大一块 他从那个煤油里面拿出来 然后在走廊上放了一个大水桶 然后他直接把钠丢进大水桶 然后把窗户关起来 这时候马上几秒钟之后 好大的一声爆炸 那个水花见得整个天花板都是 而且那个玻璃差点要被震碎 那你就知道说原来钠在常温 甚至碰到水 这个温度是会燃烧的 而且那么大块的钠 剧烈的反应之后会产生爆炸 你这个永远会记得 因为这个不仅是声光的震撼而已 是我们生命中不曾有过的体验 那以前我们数学课的老师也很厉害 一只小刀 我们上分数课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就是切柳丁 整组 那个柳丁切得满桌子都是 然后就是把它吃完 各位老师 我们上完那一堂分数课 各位对那个分数 真的是很容易可以学得会 很容易就学得会了 老师讲的我们突然间完全就理解了 所以我觉得实验的操作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结合了多感官 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就会想到那时候的分数课 你是怎么学习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很重要 然后如果你是在学习上面 像如果你是使用那个一般的 传统性的授课的方式的话 你的知识要复习 那复习 各位可以网路Google一下 那个遗忘曲线 其实你就要去记得你复习的频率 你一天上课的时候 你不要让他记笔记 记关键字就好 那上课你就让他注意听 他理解之后就比较容易记忆 然后记得回去复习一次 就按一下就好了 然后睡觉前就按一下 隔天早上找日期去到学校再按一下 告诉你这样子少量多餐 他比较容易记得住 而且很容易进到那个中期记忆 然后你可能在一个礼拜 再帮他复习一下 他就会很容易进到长期记忆 那这个都是有相关的学理的方法 那还有就是 小朋友最怕学习挫折 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大的任务 切成小任务 就是很难的东西 你一次要叫他成功很困难 所以我把它切成很多小小的任务 让他很容易的一个一个去达成 那这些小成功经验 就会堆积起来 就会变成高原经验 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够 所以这边我就很快跳过 那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儿童发展的历程 就是从具体 然后到心智成熟 比较容易对抽象的东西了解 所以我们在国中小的教学 其实如果为了要让他把这个东西学会 我要把那个课程 想办法把它变成具体可操作的 这样他就会很容易学得会 但是我如果希望他未来能够提升他的概念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这个 已经学会的具体的东西 让他把它转成抽象 所以从具体转到抽象这个部分 其实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学习 那只要他有办法把具体的东西变成抽象 又能够了解的话 他的进步就会很快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课程里面去安排的 那这个设计思考现在很红 我就不讲了 运转思维也是一样 那多元智慧这个讲很久了 那其实我们要抓到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不是要去把它区分说 这个小朋友他是自然智慧的 或是他是音乐智慧的 我们不是要这样区分 而是我们是要利用 知道他是比较喜欢用哪一个智慧的小孩之后 我们要利用他的强势智慧去协助他的学习 比如说如果他是一个原住民小孩 那他可能大部分的原住民小孩 他的音乐智慧 他的身体动绝智慧是比较好的 那我就要把我的课程 安排去融入音乐智慧 比如说你要背的东西 你就要加入一点音乐 加入一点节奏 甚至利用一些身体的动作 来把那些要背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样子让他就能够很容易的去做学习 真的这个效果比那个古旧教学 你那硬塞给他 甚至比那个军医平台 或者是同一个老师讲了十遍讲了一百遍 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好 真的这个部分各位 因为我们知道原理之后 要想办法去多多利用他 那不要说 其实如果你是 以现在补救教学的方式 他是你哪里弱 他就一直补那个弱的地方 可是他没有用他的强势智慧去做 做结合 这个部分他会觉得很辛苦 也是其实也是残害小朋友 你用大量的时间 然后不好的效能的方式 去补他的那个补救他该救的地方 那其实有更多好的方式 这个部分 真的满 现在教学上面很少人去运用 我们是鼓励大家去运用的 那 各位可以找一下学习金字塔 那上面很明确的就跟你讲 如果这个学习的部分 他直接听你说那个效果是很不好的 所以你把它转换成具体的操作之后 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你让他能够再去跟别的同学分享 或教小组教学的话 这个效果当然就会更好 那这个音价理论 各位应该当老师 这个都会有学到 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程度 然后把我们要学的东西 尽量切割成小专案 让他可以接近他的程度 他就可以容易成功 跨越过去 就可以跨越那个门槛 跨越到他新的境界 然后再到下个新界 所以一个大楼梯 你把它分成小楼梯之后 他很容易跨上去 这个我们在课程安排都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是比较新的东西 这个 去年惠美老师跟我讲这个理论 我发现原来我 其实 我真的在教Arduino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个理论 只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有这个学术的知识 所以你在教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尤其像Arduino这种 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不好意思我再喝水一下 有时候 为什么我来上Arduino 别人很容易能够了解 而且他们学得很愉快 而且学完之后会非常有兴趣 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他不需要了解的技术 就是他现阶段不需要了解的技术 你不要跟他讲 你不要跟他讲 你不要为了 跑掉了等一下 我们不要为了彰显你的专业 我发现很多老师 尤其是 有一些人 他接触过Arduino之后 他后来我问他之后 他会说 那个那么难怎么学不要学 其实是 我觉得第一个老师 带坏了 这个蛮糟糕的 就是 我们不要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 然后放了很多的专业名词 去跟你的学生 做这样的上课的模式 这样学生会害怕 因为他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现在还不需要了解说 他的 他那个什么 PWM 麦坡平宽调变 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了解 那我就把它盖起来 就把这些东西不要讲 那我就用转译 我要见人说人话 他是国小学生 我要讲国小学生 听得懂的话 他今天是大学教授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学术名词 跟他对答 所以你要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好 那所以以刚刚那个例子 PWM 麦坡平宽调变 那我们就把它讲成 比如说武侠小说 那个 我要打人 我要 打出一掌 我可以用十成功力 我也可以用三成功力 对不对 今天 这个 写字 画图 我要画 我可以画的笔基很重 我可以用十成的力气去用它 我也可以轻描淡写 所以你就把它转译 转译成人家听得懂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尤其如果你是第一堂课 带那一个领域的 专业知识的时候 好 所以我说 所以我们常常说 老师的专业 是要把学生教会 而不是在上面表演 自己有多厉害 好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也请大家 如果就是在帮我们 教这个Arduino 或者是教其他领域的课的时候 尤其你又是第一个 帮他们上这门课的老师 好 请你要帮忙 帮忙一下这两件事 然后再来就是 协助他记忆的话 我们有一些就是 新制图的方式去 协助他对整个架构做理解 好 然后 包括刚刚有讲这个后色认知 我们要不断的去回顾 帮他回顾 我们在这个整个教学过程 或者他学习的过程 用了什么的方法 然后这个工具是怎么用的 我觉得这个会对他未来的自我学习的部分 会非常的有帮助 好 那我拉哩拉扎 因为 好 跟 各位拉哩拉扎 就分享到 这边 不晓得 各位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各位 有问题吗 公文胜老师报告一下 现在线上还有35人 你今天上了大概 80分钟的课 上了80分钟的课 我觉得文胜老师真的是佛学多文 想不到大家还撑得住 好 那今天晚上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边 因为大家 大概都没有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今天发现 我有一个国安局长来 代号是国安局在 国安局长都来听我们上课 好 那 今天的课程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们 已经很晚了 就不再 不再跟各位闲聊了 好 上课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 晚安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文胜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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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